我曾经在中国驻美国使馆工作多年 对美国的情况有些了解 我们乐见美国取得更大的发展进步 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或者取代美国 不是为了跟美国搞你输我赢的竞争 而是不断超越自我 成为更好的中国 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中美利益高度交融 中美合则两立斗则俱伤 无论是从中美两国人民 还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 合作才是中美唯一的正确选择 美方应该端正心态 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 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发挥建设性作用